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草药抽出物及利用天敌与维生物进行生物防治等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其中亚磷酸盐 乳化葵花油 农皂及利用草林生物防治等技术经济转后已逐渐被农油使用 以下为各位逐一介绍各种非农药防治制裁的制作与应用 亚磷酸是一种天然矿物与氢氧化钾等量称重 配置时先溶解亚磷酸再溶解氢氧化钾 稀释适当备数后可防止疫病 鹿菌病 鹿疫病 白绣病等多种作物病害 例如 番茄与马铃薯丸疫病 柳橙与木瓜果实疫病 金肝幼苗与果实疫病 酪梨根腐病 番胶与茄子疫病 非洲菊 兰花 百合疫病 葡萄鹿菌病 荔枝鹿疫病 及 线菜白绣病等 乳化葵花油吸引利用食用葵花油添加乳化剂混合制成 喷洒于作物表面形成保护膜 能使组织表面病菌自息并阻绝 外部病菌侵入用于防止作物白粉病 例如 瓜类白粉病 花卉白粉病 番茄苔粉病 及木瓜白粉病等 植物油混方 适由素种食用植物油 精油与食品及乳化剂 以不同比例混合制作 应用于农作物的棉芽及害满的防治 另外 由植物油 甘油 氢氧化钾农液及酒精 以适当的比例混合而成的农罩 也可应用于棉芽与害满的防治 利用植物油混方及农罩 可取代部分化学合成杀虫杀蛮剂 有效减少有毒农药使用 大豆油乳化液 细微利用大豆油及卵磷子 经适当比例及搅拌程度后 再稀释又被制成 喷杀后 乳化油膜包护并致洗液满 如二磷液满 神泽石液满及刺液满等液满 利用农业试验所开发的调制技术 农油可自制使用大豆油乳化液来防止液满 取代使用农药 鵝类害虫由于食性广 食量大 经常造成农座物的经济损失 会有效控制鵝类害虫的密度 避免发生危害并减少农药使用 农业试验所长期致力 心灰烂蒙幼影机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心灰烂蒙是鵝类寻找异性胶围时 重要的化学物质 透过心灰烂蒙的气味 可引导数公里外的熊鹅找到磁鹅 所以应用人工合成心灰烂蒙 可诱补熊鹅达到防止的效果 现这段心灰烂蒙在田间石巾 应用主要有三种用法 第一 监测害虫化生动态 适时进行防止 第二 以大量诱刷减少害虫的发生 第三 干拗瘤沉蛾加尾 减少幼虫产生 心灰烂蒙的应用 以证实能有效减少农作物的虫害损失 已逐渐被荣油使用 生物防止细致利用培育天敌或微生物 防止害虫或作物病菌的技术 如草林及鼠捕食性有益天敌 草林的幼虫能捕食牙虫 本枝 叶满等小型昆虫 及额类软等 应用于往式木瓜 草莓及茶园等害虫防止均具成效 农业试验所于2008年 技术转移草清零自然农业有限公司生产 于2011年台北国际花卫博览会展出草林相关产品 非农药防止制裁是藉由生态平衡的耕作理念 充分发挥利用各种栽培管理措施 营造无农药残留的生产环境 有效减少使用化学农药 保障大众饮食安全 并促进生态平衡及永续农业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